好 非常好听首歌曲 在MMA当中流星 他的朋克风是非常不错 感觉非常霸气 嗯 撒脱随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排在第三位的张杰的新歌 我在这 在哪呢 这句话好像是我们经常发早消息 或者发微信的时候 会和朋友之间打招呼的这么一句 对的 其实也不是 真的想知道这个人在哪 主要是一句问候语 对 而且前段时间很多人在问说 张杰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其实在6月15号的时候 他去了美国 是啊 现在也是跟他一起去的 而且好多人以为他们是去安滩 啊 不是啊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是去学习音乐的了 而且是在这个相当高级的大学 那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添加一个信用 我当然知道了 就是伯克利大学 是王立宏还有鸟叔 都在这里学习的 可以说去这儿呢 是后继伯吧 离开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呢 在这次一三年的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张杰我回来了 而且呢 还带来了更加动人的音乐 我们来听听本周排名第三位 张杰我在这儿 本周音乐风声榜 内地榜排名第三位 张杰我在这儿 如果说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的话 那属于我在这儿的 是发生在伯克利大学的 真实的校园爱情童话故事 才一转眼 就这些年 无邪的岁月 还可在每天 温柔却坚决 懂得的无言 你让我知道爱不必有条件 更远的平线 在未知那边 我必须告别 才能再发现 你这边几点 我的愿远 我必须告别